好,我们来解这个比较特别的不等式 它说呢,如果有个实数x满足绝对值的x-1 小于等于5 而且呢,绝对值的2x加1呢,大于等于1的话 要我们求x的范围 那这个呢,条件两个是同时要符合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说,我们先解两个不等式嘛 这个是第一个不等式 这是第二个不等式 我们把它解开了以后呢 再把整个解呢,给它交集一下 交集意思就是说把两个重复的地方 重叠的地方呢,取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嘛 我们废话不多说呢,直接来算算看 第一个式子呢 绝对值x-1 小于等于5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猜绝对值 如果是小于等于 它就在5跟-5之间 所以呢,我们把1往旁边移的话 1往旁边移一下 往旁边移 就是呢,全部都加1的结果 就是x会在6跟-4之间 好,这个是第一个式子的结果 那第二个式子呢 第二个式子,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式子呢,它说2x加1 大于等于1 我们也知道 这样子的结果就是 2x加1大于等于1 或者猜绝对值大于的话 就是大于等于大的 然后小于等于小的 所以呢,2x加1 小于等于小的就是-1 那我们这样子去算一下呢 把1移过去的话 就是什么?0嘛 2x大于等于0 就是代表x大于等于0 或者呢,这边是什么呢? 这边移向过去 变成2x小于等于-2 然后同处于2 2是正数 所以这个大小方向不用变 所以就变成x小于等于-1 OK 所以呢,我们第一个式子 解出来的东西是 x在-4到6之间 第二个式子呢 是x大于等于0 或者x小于等于-1 所以我们再次复习一次 什么? 如果我们有两个以上的不等式 好,你要把结果呢 都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要找数线上重叠的地方 所以最单纯的 就是画出一条数线 把该标示的标示出来 所有相关的数字有哪些? -4、6、0、1 所以呢,-4 好,不是1是-1 -1、0 然后呢,还有6 那第一个呢 告诉我们的呢 则是x在-4到6之间 跟x从-4到6 有没有包含? 有 因为有等号 从-4到6之间 那再来呢 另外一个则是什么? 我们用绿色的好了 它说x大于0 而且是包含0 大于等于0 跟x小于等于-1 包含-1 所以我们看一下 有重叠的地方在哪里 有重叠的地方 不是就在黄色这里吗? 也就是什么呢? 我们把这个地方写出来 我们就得知一件事情 就是x在-1到-4之间 或者x在6到0之间 OK 你这样子算对了吗? 所以呢 当我们在解这种同时要满足两个式子的不等式的时候 其实你要做的方式不会很困难 就是两个呢 分别给它解一下以后 最后 你把答案呢 画在图上 重叠的地方 就是你要的东西咯